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基本的3D模型格式 既然我们要进行3D相关的开发,那么我们就不能避免与3D模型打交道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3D模型常用的格式 今天我就选取了一个用得最广泛的模型格式来进行说明 接下来我们就会学习到什么是OBJ模型,如何解析OBJ 我们先来看一下OBJ这个格式的一些特点 首先,OBJ文件是一种文本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记事本来打开进行查看以及编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OBJ文件的特点 OBJ文件是一种3D模型文件 它不包含动画,不包含材质的特性 以及例子本等一些信息 OBJ文件主要支持多边形 那么它也可以支持直线表面和自由曲线 直线和多边形是通过它们的点来进行描述的 曲线和表面则根据它们的控制点 以及一些其他的额外信息来进行描述 OBJ文件它同时也支持法线和贴图坐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OBJ文件的最基本的结构 OBJ文件不需要任何文件头 经常使用几行文件信息的注释作为文件的开头 OBJ文件是由一行一行的文本组成 注释以警号开头 空格和空行都可以任意的加到文件中 有字的行都是由一两个标志母 也就是我们的关键字作为开头 关键字说明了这一行是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键的关键字 首先是顶点数据 我们用V来描述它的空间位置坐标 用VT来描述它的贴图坐标 用VN来描述它顶点的反线 然后用P来描述一个点 用L来描述一个线 用F来描述一个面 一个面可能是一个三角形 也可能是一个四边形 但是我们一般常用的是三角形 然后我们还可以来描述它的曲线 2D曲线 表面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组 用G来定义组的名称 S表示这是一个光滑组 MG表示这是一个合并组 O就是对象的名称 一般这个O和G是联合起来使用的 然后就是它包含的材质信息 这一个就指定了它的材质的名称 这一个指定了它的材质库 我们可以在这个材质库里面 找到对应的材质名称 以及相关的一些定义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OBJ模型的获取过程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3D键模软件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Blender 然后选中对应的模型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File Export 导出一个OBJ格式的模型 导出之后 我们就拥有了一个OBJ格式的模型文件 导出OBJ模型之后 我们就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OBJ文件 一个是它的材质文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OBJ文件 我们先来看第一行和第二行 第一行和第二行是注释 注释里面说明了这个模型 是有Blender 3D键模工具导出的 第三行指定了材质库的文件 这个材质库的名称 就和我们导出来的 第二个文件的名称对应起来 第四行说明了 这一个模型对象的名称 它的名称为Cube V则定义了模型的顶点数据 VN定义了模型顶点对应的法线数据 这一行就说明了 这个模型使用的是材质库里面的 哪一个材质 我们现在来打开我们的材质库 大家就会发现 在我们的材质库文件里面 它定义了一个材质 这个材质的名称 就和我们这个材质的名称对应起来 最后F定义了模型的多边形 在这里它定义的是四边形 我们来看一下F的表现 在这里它定义的是一个四边形 它将F分成了四块 每一块定义了一个顶顶属性 第一个指定的是顶顶的属影 第二个这里没有 如果这里有的话 就是指定了贴图的数据的属影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模型里面没有VT的数据 那么没有VT的数据 那么我们这里就没有任何数据 然后最后则指定了 法线的所以 在这里大家就会发现 所以的下标是从1开始的 我们要区别于 我们在编程中从0开始的习惯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F定义为三角形的方式 因为我们模型的基本单位是三角形 因此我们一般使用的是三角形的方式 对于四边形我们很少使用到 因此在导处为OBJ模型的时候 我们一般导处为三角化的模型 我们在使用工具导处的时候 一般都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选项 是否进行三角化 那么我们就不使用这一个盒子的模型 来进行解析 我事先已经在Blender的网站上面 下载了一个模型 在这里我们就以这个模型为例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F定义为三角形的方式 在这里 大家就会发现 F定义为一个三角形 F将这一行的数据分为了三块 每一块指定了一个零点数据 那么三个零点也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其中第一个同样指定了零点的索引 第二个指定了我们贴图坐标的索引 第三个指定了反线数据的索引 那么这一个就用来描述三角形的第一个零点 这一个就用来描述三角形的第二个零点 这一个就用来描述三角形的第三个零点 当我们了解了OBJ模型的格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编程解析一下OBJ文件 在这节扣以及后面的两节扣 我会使用C++以及OpenGL来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内容 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模型从解析到渲染的逐个过程 在这里因为我没有Windows的系统 也就无法给大家提供VS的工程文件 我会给大家提供Xcode的工程文件 使用Windows系统的同学就只能自己搭建一下 我会给大家看